金枪鱼的冻结温度是-60摄氏度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超低温 超低温的金枪鱼其实比冰鲜的更加常见 超低温金枪鱼可以保证肉色煎红 品质不变才可以刺身 并且超低温的金枪鱼呢 一般是远洋捕捞的比较多 如果在船上处理时啊 冻结温度达不到-60摄氏度 那么金枪鱼没有彻底冻结的部分 就会缓慢变质 时间久了呢鱼肉就会发黑 超低温金枪鱼的解冻方式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冷藏式自然解冻 还有一种叫温原水解冻法 温原水解冻法一般不推荐家庭使用 解冻不好的话呢鱼肉就会变形 所以在家的话还是把金枪鱼包裹厨房纸 放到冰箱冷藏式自然解冻就行 那温度尽可能的接近零度 鱼肉上面的锯末呢 用刀子轻轻刮去即可 再来补充说明一下 超低温金枪鱼在家里的冰箱 是很难保存的 所以网购的超低温金枪鱼回来之后呢 一般都要尽快吃掉 不然也放不了多久的 并且解冻完之后的金枪鱼 就不要再去冷冻了 再去冷冻的话 已经没有办法吃了 自己在家操作正确的话 基本上可以复原 普通居酒屋的景象与品质